焦點 前一天總統蔡英文是找來了 民進黨主席柯文哲到總統府內 兩個人是來對國政做會談 這一談就談了兩個小時 這兩個小時談了什麼呢 當然就包括了老闆年金改革了 還有增加國防預算 甚至是強化這個社會安全網的部分 當然也有希望建立起政黨的溝通平台 那麼為這樣子的朝野 是開啟了不錯的契機 只不過現在大家都很好奇了 尤其是今天在立法院的院會 國民黨立委林德福就問到了 其實這個老闆年金改革過去七年的期間 蔡總統在執政的時候 為什麼都沒有做呢 直到現在要卸任的兩個月了 他們才想到要推 要來跟朝野溝通 行政院長陳建仁也有最新回憶 一起來聽聽 很誠摯的希望跟在野黨 一起來溝通 譬如說剛才的老闆年金改革 還有軍事採購的預算 還有這個社會安全網 我覺得我們因為我的任內 我們認為是一定要做到519 而且要戰戰兢兢的做好這件事情 這些都是我們最短期內就要開始來推動的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蔡總統跟柯主席 有這樣的一個對談 他是講到了很感謝蔡總統跟柯主席 有了這樣子的對談為朝野開下了契機 那麼陳建仁也喊話 希望未來在推動法案上 雖然到了520之前只剩下兩個月的時間了 那麼在519之前 他強調自己會戰戰兢兢的做好 但是希望能夠加強跟在野的溝通 當然就是希望在最後的任期期間 能夠把一些法案能夠快點通過 只不過國民黨立委當然就質疑了 他強調呢 其實他們也覺得蔡總統跟賴準總統 接下來應該是可以無縫接軌的 以上是國會的最新情形